我確實沒有參與 法案任何犯罪的事項 那我會努力 好我會清白 謝謝大家 謝謝 涉嫌停工帳戶 給劉項潔夫婦洗錢的同案被告 林玉倫被收押在看守所 四個月後重回自由身 醫生波羅山還穿著藍白托 被律師從法警室帶出來 一連說了好幾次謝謝 強調會捍衛自己清白 法院裁定以五十萬交保 而林玉倫太太早在這之前 就已經限到地檢署 在提款機前忙來忙去 這回能獲交保關鍵 原來林玉倫妻子 馬上替丈夫更換委任律師 交由法官轉任的張耀宇律師舊夫 不但點出當時劉家 委任律師的來龍去脈 也描述林玉倫處境 成功說服法官預知交保 林玉倫也在庭上否認犯罪 強調指示支持劉項潔 才答應幫忙 並出借公司帳戶 當初杜秉承以換幣賺 百分之三價差為由 讓他抽百分之一佣金 林玉倫深信以為 他們是合法避傷 結果名下帳戶都被圈存 劉項潔母親更曾打電話 以女兒不能吃苦為藉口 要求林玉倫頂罪 說玉倫放棄了抗告的機會 不可能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出來 林玉倫妻子曾怒嗆 劉家根本蛇蟹心腸 林玉倫無罪答辯時 也直指整件事和劉家 一開始找的羅盛德律師有關 當初羅律師還告訴他 虛擬地殺沒有被金管會裂管 甚至在東林賬號被凍結時 拍胸譜說連暗號都沒有 不用擔心 在每次起泥時 羅盛德律師都強調一切合法 隨著檢調追查 真相也異議曝光 三菱新聞 何孟柔 陳廷盧 臺北常報導